您正在收听的是SBS中文普通话节目 2024年的西尼马拉松 是西尼马拉松大满贯资格考核的最后一年 15000人玩赛的要求 是西尼马拉松进军大满贯的最大挑战 今年西尼马拉松创造了澳大利亚记录 有24000人站在马拉松比赛的起点 在总人口840万的新南威尔士州 有12000人报名2024年西尼马拉松 也就是说每700人里有1人报名 与此同时据不完全统计 海外华人前来参赛的就有近700人 到底有哪些海外华人将来参加2024的西尼马拉松 为什么他们这么热爱马拉松的比赛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 你可以听到首次参加马拉松的马拉松小白 已经参加了世界六大马拉松大满贯赛事的华人精英跑者 或者只是为了享受赛道 享受赛道两旁来自非常热心的陌生人的鼓励 这种氛围的选手们 还有希望通过跑马拉松 用脚步来丈量不同的城市的跑步爱好者 不管你有没有参加今年的西尼马拉松 希望你都可以从这些热爱生活热爱跑步的 华人跑者当中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共鸣点 下面请听采访 首先我们来听听来自西雅图的华人颜松苏森的故事 我是2018年开始接触跑步 感觉自己体重飙升 因为工作压力也比较大 然后还带小孩子 我是住在西雅图的Mercer Island 我们岛上有一个传统项目 叫做Mercer Island Half Mars 我第一次参加我是报了一个10K 但是很遗憾我根本就没有跑下来 跑到5K的时候就腿抽筋脚也晚了 所以最后警察叔叔把我送回终点 这是我第一次的参赛经历 2019年查出我有breast cancer 就是下癌 所以2019年一年都是在治疗过程中 我各种的化疗理疗电疗 各种的治疗方法包括手术 我都做了 所以2019年一年我都是在医院度过的 2020年开始我的治疗结束 然后我当然中间又很多次感染 然后2020年开始 我就觉得更坚定想做一件 能证明自己跟其他人一样 能做到的事情 Cancer之后反而让我更加坚定去做 2020年开始 1月1号元旦 我开始跑了第一步 刚刚治疗完人是非常虚弱 感觉就是每跑一步都是气喘吁吁 但是好在我这么多年坚持下来 所以我的第一个马拉松 当时跑了4小时15分 当然我现在的最好成绩是3小时09 为什么会来参加悉尼马拉松 从2022年到2023年 我跑完了6马 我6马全都跑完了 我是被邀请参加悉尼马拉松的 我的大满贯已经完成了 那么悉尼马呢 我在做一个新的尝试 因为也没有 确实没有去过悉尼 对我来说也很吸引我 太棒了 言松 我觉得你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奇迹 那最后我想问你就是 如果是对于所有的参加 悉尼马拉松的跑者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 你自己的秘诀吗 我永远有这份热情 这个热情就说是我对跑步的真爱 我不是数据控 我不会刻意去看我跑得有多快 一种对赛道的enjoy 对这个城市的enjoy 对这个观众的这个 我觉得我enjoy所有的东西 包括这个城市的文化 好接下来我们采访的这位跑者 是来自中国上海的曹亦凡 我的跑步经历 最后从我在上高中的 我是从小就胖的 110多公斤了 当时我跑步的初衷 就是想保住自己的 那个减肥的成果 头两年 基本就是10公里 跟半马比较多了 然后16年是 从北京开始跑了 第一个拳 拳吗 就是悉尼马拉松 我之前已经参加过了 是19年参加的 就是22年到24年 有一场完赛的成绩的话 明年开始悉尼马拉松 就要抽签了 不是说先到先得了 我如果22年到24年 有一场完赛的话 可以选择 25到27年 三年期间 是可以拿到免签的席位的 因为我虽然 跑的国家是不多的 大概还有10个都没有到 但是我每个州都有 南极州跑过 如果说到最难忘的 我感觉应该是 就是20年那一次 新冠嘛 刚刚爆发的时候 爆发的第二天 我就从上海 飞到智利 当时是大本营 是在智利 智利最南端的一个城市 叫彭塔 它是四天两赛的赛城 所以等于说 四天跑了两个圈嘛 两个圈嘛 而且是在南极 那是不是 当时温度 其实也不算太低的 就是大概就 零到零下五度 这个范围 天啊 零度上下吧 零度上下 就有点那个 你很泥泞的 很湿滑的 这个道路是有的 更加重要是 它的起跑时间 是那个下午 大概五六点了 我是跑到第二天的 它一共是跑十圈嘛 四点几公里一圈 然后跑到正三圈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那为什么安排这个时间 就南北极这边的 这个气候条件是 不一定有起飞的条件 第一天去的时候 是因为气候条件还不满足 所以就耽误了一天 这个比赛就是 有一个不确定性 万一如果是连续 耽误三天以上的话 这个我们南极是跑不了 就只能跑南美洲那场了 哦 所以它才有两场 本来是两场 有可能我是跑不了的 嗯 就是因为这个天气状况 实在太恶劣了 哦 那好特别啊 听得出来你是一个 非常喜欢挑战自己的人了 竟然去南极参加马拉松比赛 好 下面我们请来的是 来参加这次 悉尼马拉松的跑者 来自北京的史相洞 第一个马拉松是北京马拉松 您都跑过哪些马拉松比赛呢 哪个给你印象是比较深刻 或者说你最喜欢的 跑得最多的可能是 还是北京马拉松 跑过三次 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那波士洞吧 就是一百二十二届的 那一年就天气的话 异常的比较差吧 下洞雨 然后又挂大风 在路上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感动你的 可能就是说 当时的一些观众的话 就他们也冒着大雨 就在外面看 给那个跑者来去加油 是因为那个雨的话 那个是当时的那个确实很大 这次为什么会来西宁跑马拉松呢 一个的话是之前没去过 去看一看哪边的景色也比较美嘛 好 现在我们请来到来 参加西宁马拉松的跑者 是来自广州的程号 在你跑过的马拉松当中 哪个马拉松是你最喜欢的 或者印象最深刻的 第一个呢一定是我所在的广州 因为我工作和生活都在广州嘛 然后广州的马拉松 从差不多12年 10年11年左右开始 到现在其实发展得非常快 且呢最最重要的 它就是在整个广州的 珠江两岸的沿线嘛 好 所以我会觉得 在我当地的一个马拉松 会让我觉得 是一个很有归属感的一个地方 然后但其实我会觉得 最有趣的本营马拉松 因为本营马拉松是 你起点是在天安门广场 然后呢你会在长安街上跑步 而这样子的经历是 可能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是不可能有的经历 我觉得北京马拉松 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地方 因为其实参加马拉松 对我来讲 它是一个就是一个赛事 它不是一种大型比赛 它是一个让我自己去完成一个 我从来没有完成一件事情 然后呢借助跑马这件事情呢 去了解一个不同城市的 包括不同国家的文化 然后呢去感受当地的一个 这样子一件事情 我有点像打卡似的 我今年4月份 我刚刚跑完两场 一场就是巴黎马拉松 一场布拉克马拉松 让我印象深刻的 就是还有一个呢 就是巴黎马拉松 因为其实巴黎马拉松 给我的感觉 就是它的体感 就是赛事的筹备 然后特别是那个路线 非常非常的棒 把所有知名的景点 全部都串在一起了 而且这个城市的 城市市民的那种 在街道两边的 给我们那种加油跟欢呼声 是我之前在国内 都没有感受到的 就是很热烈 所以巴黎是我觉得很印象的 除了巴黎外我还参加过 就是香港马拉松台北 然后还有呢 就是日本的京都 新加坡的马拉松 就是渣打 然后新加坡 那个也让我觉得很激动的是 我天哪 早上4点多起来 开始跑 4点4 5点开始跑 所以基本上那天晚上都是不能睡觉的 跑完之后就是一个黑炭 实在是非常黑 我现在自己对Vlog非常感兴趣 在录制一个Vlog的这件事 是促使我不断去参加 不同的马拉松的一个兴趣点 同样的11月份 我还会去雅典马拉松 为什么是雅典 就是因为雅典是古希腊的古罗马 所以当时我也想去参加这样的马拉松 也会比Vlog的这种方式记录下来 因此这次新移 我真的很开心 很向往来参加 今年我自己的目标就是环球跑马 来跑西尼马拉松的华人跑者呢 是郎洪华 为什么会来跑西尼马拉松 我现在在美国居住 我算个家乡是在西尼 我也知道明年有可能西尼变成第七大马 大马冠呢 我现在已经跑了四个 然后就剩一个纽约和东京 我知道如果西尼明年变成第七大马呢 那我最后一个牛马是我第七个大马 而且牛马现在我已经保证是 会去参赛 好到 京京呢我已经报名了 我老公的家乡是悉尼 所以说我很希望悉尼将来能成为一个 第七大马冠 所以说会很多有华人来参加 我也会做义工帮他们 那你当时最初开始跑步 或者说跑马拉松是什么原因 而且2015年非常印象很深刻 因为是我老公 说我们要到他两天到吴歌窟去跑个半马 我们那时候得泰国住 但是呢就在我要去吴歌窟跑半马的五天之前 我一个很普通的体检 发现了我的鲁细癌 我不太相信 我觉得可能是物诊 已经躺在了火简床上 然后我就问一地生 我说那这个火简完了以后 穿刺完了以后 我几天能跑步啊 然后他说根据情况要一周 或者是要愈合不好的话两周 我一下就把床从床爬起来 我说那我不做这个火简 我说我要我这个第一个半马 我一定要去跑 我坐完跑完马拉松 我再回来做火简 我就去到吴歌窟跑了我第一个半马 然后我第一个半马是跑了两个小时 12分钟 但是在半马的途中 因为吴歌窟 柬埔寨是很穷的一个国家 他们那些小朋友 还有那些观众啊 跟我们加油那些人 哎呀各个脸上洋溢着那种笑容 像我在跑马的途中 过了十公里我就知道 我跟那些小孩互动啊 给他们拍手啊 然后我就知道我一定要跑圈嘛 所以在那个途中我就决定 我一定要跑圈嘛 但是回来以后呢 第三天我做了火简 然后百事百确定是乳腺癌 我就三天以后做了手术 做了乳腺拳切 乳腺拳切以后 十天我就飞回到达利亚医师 圣诞节回家度假 然后我就一直坚持训练 我觉得反倒这个癌症 让我更坚强 然后我就觉得 要用跑马拉松这个精神 来战胜我的疾病 天哪 那比如说如果你接受了化疗啊 什么对身体的副作用是挺大的 其实我很幸运 我这个是原胃癌 基本上是百分之九十九治愈了 现在已经基本上是快十年了 其实跑步给我带来很多 就是精神上的愉悦 在跑的过程中呢 我觉得像一个冥想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个癌症 医生说治愈了 但是我不知道 也许身体会出现另一种状况 我说不论怎么样 我说这个每天坚持运动 坚持跑马拉松 总有个目标 还有一个任务 就是想说 就是我觉得跑马这么多年 我总是有一个够 总是有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呢 他驱动你每天去运动 非常阳光地面对生活 我就第一个跑到洛桑 对马拉松 那个马拉松非常印象 现在对我来说非常深刻 因为那时候在 泰国训练非常热 在瑞士的时候 那时候十六底已经很凉快了 我跑完十公里的时候 我觉得还没有跑 然后我就一边跑一边拍照 从来没想过要跑什么成绩 然后我没想到一对法国的夫妻 在后面看着我 后来finish line的时候 他们就问我 说你是从哪里来的 说啊你好棒啊 我们看你 你停下来拍照 你又冲过去超过我们 你又停下来拍照 没有人停下来这种全马 但是最后我还跑了 很好的程序 四个小时 零六分钟 然后我女儿说 天哪妈妈 你要好好跑的话 你去那时候就跑去四个小时 好 现在我们请来的是 另一位来跑 西里马拉松的 来自中国的华人跑者 来自杭州的来宜霞 宜霞你好 你好你好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跑步的 当时是什么契机呢 我其实正式开始跑步 就到今天可能是正好五个月 其实是因为我去年 就是类似于刚毕业 然后工作不久 然后可能是工作压力比较大 又碰上了骨折 我当时不小心骨折了 所以整个人身心状态都非常的差 所以等骨折恢复以后 我在想我能不能做一些什么事情 让自己重新回到我更好的状态 开始用跑步来恢复我的生活状态 我既然已经跑了半年步了 那我是不是在2024年 可以给自己定一个比较大的目标 要跑到马拉松 所以其实这是我一个年中的小小的心愿 所以西里马拉松算是你的手码了 对 算是我的手码 然后也是我第一次来悉尼 我当时之所以选择西里马拉松 是因为我后续可能也会来悉尼 继续来进修 希望我可以完成我的硕士学业 非常巧合的一点是 我可能就是在今年上半年大清了 我在想我看看西里马拉松是哪一天 然后我打开了网页 然后那天刚好是开放报名的第一天 非常非常的巧 西里就非常的漂亮 就是听说是可能是风景最好的马拉松之一 然后也知道了它是就是七大备选赛事之一 然后我觉得今年一定非常的热闹 然后可能也是全球的各大高水平 热爱运动热爱马拉松的人都会来参加 所以我也非常期待说 这次可以看到全球非常热爱运动的这些人 大家一起来参加一场赛事 然后我为此呢就是报名的第一天开始 就是当刚好是为期五个半月左右 我给自己其实有制定非常详细的一个锻炼目标 因为我觉得首次马拉松挑战还是非常大的嘛 也希望我可以成为这个玩赛人员之一 所以我到今天也一直在积极准备 就是马拉松训练其实是慢慢堆量的过程嘛 然后我作为一个小白其实在前期每周去跑长距离的时候 比如说我这周跑了20公里的长距离 然后下周我可能比较心急 觉得自己还不错 我想跑一次30公里的长距离试试看 但是当我尝试的时候在跑量俱增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左腿膝盖和还有左腿脚踝好像有点受伤了 然后医生告诉我 他说休息其实是为了让你跑得更远 就对于我当时比较一个心急的小白状态来说 给我点亮一盏明灯 因为当时的我可能只知道冲冲冲 完全不懂得休息对我的重要性 好 现在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香港的Katy Lam 我跑过上海马拉松 跑过王金海岸马拉松 跑过大阪 其实我跑年差不多11年 但是我跑的马拉松差不多26个马拉松 哇 当时为什么会开始跑步 当年是我儿子他们要在学校三家田径的项目 然后我每一周都会带他们训练 那我训练的时候我在体育场上面看他们每一天都跑 每次到那个地方都坐在那边等他们 然后我说为什么我自己也不跑一跑就运动 所以这样开始 哇 结果就一发不可收拾 跑了那么多的比赛 对对对 哪个比赛是你最喜欢的 没跑步之前我是鼻子是敏感的 非常辛苦 我要吃药还要那个要喷那个药物 跑了半年 所有的药我也不用了 对我来说身体健康是最重要 跑步做运动 马拉松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跑马拉松哪一场马拉松 让我最深刻 应该是去年的12月24号 我是跑山头马拉松 哇 山头是我家乡哎 我耍头呢 那个是我最深刻 因为我最好的绳子是在那个地方匹笔 所以我跑三二八 三小时二十八分 太厉害了 对我来说是这个是最深刻 所以我今年12月 我们也已经订了酒店 我也会再去跑 哦 是你的福地哈 对 那你今年为什么又会想到来跑 悉尼马拉松呢 其实我去年12月份的时候 收到我们的香港渣码 他们通知我 我符合悉尼马拉松 大满贯的邀请菜 我其实我不想去 因为去要用很多的时间 跟那个金钱吧 然后我儿子说妈 我跑不了 我儿子23岁 所以他说我妈 我跑不了 但是你能跑很难得 所以你必须要去 所以我就决定去 在你儿子的鼓励下 对对 所以我这一次我也叫我朋友 有好几个朋友一起报名 好 现在我们请来的是 来自中国深圳的利宁 我喜欢旅行 也喜欢跑马拉松 所以现在每次出去 我都把这两项结合在一起了 因为到了一定年纪 就是不动 然后就中年就发腹 所以我在立志减肥以后 就开始为了维持身材 这个开始跑步的 差不多在2016年 17年的时候 我最高的时候 体重有200斤 现在我差不多就140几斤 现在跑步让我身材变得非常好 我跑了差不多 进20场全场马拉松 还有20几场半场马拉松吧 然后我最难忘的比赛 或者是一场马拉松 是今年3月3日 在日本东京 在这个大满冠上 我创造了我的这个 马拉松最好成绩 三小时16分 三小时16分 对 其他都没有跑进过330 那一天的天气啊 这个我自己的状态 都特别的好 所以非常的难忘 同时呢 我也是在今年4月份 完成了我的第一轮的 六大满冠的比赛 在我马拉松晋级的路上 感觉在不断的升级打怪吧 从最早的只能跑5公里 10公里到半程全程 然后再把目光放向 这个世界上最高级别的 这个马拉松赛事 所以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所以我这样一个马拉松 是悉尼的这个马拉松了 我平时出差的机会 和旅行的机会也比较多 所以不光是这个跑马拉松啊 就是在出差和旅行的时候 我也会首先到这个城市 早上去跑一圈这样子 已经养成了这个 挺好的一个习惯吧 用脚步来丈量一个新的城市 是的 有没有难忘的故事 在这个跑步的过程当中 收获认识到很多不同的跑友啊 特别是在国外有的时候 大清早街上非常少人的时候 如果你看到对面跑过来 一个跑者的时候 我们都会不自觉地 跟他们打个招呼啊 如果碰巧在一起 可能还会请他们帮忙拍个照片啊 所以慢慢也许有一些人 就留下了这个联系方式 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在世界的 另外一个马拉松比赛赛场上又相见 所以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体验 我去年在参加 芝加哥马拉松的时候 我的寝室的室友 他是来自于澳大利亚 他就给我介绍悉尼马拉松的这个历史 告诉我这个悉尼马拉松 马上要成为这个大满贯的赛事了 所以我一听就非常的兴奋 然后我后来在纽约的时候 跑马拉松的时候 就看到悉尼官方的宣传 当时他们就让我做那个抽奖 所以我以非常低的价格 就是42澳元 就获得了今年这个马拉松的名额了 所以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 马拉松确实也是一比比较大的开销 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的体验 就是国外的马拉松和国内的马拉松 氛围都不太一样 所以能够感受不同城市的 就是马拉松的这种气氛 我还是非常喜欢 特别是我八年前来过一次悉尼 当时我还没有开始跑步 所以这次我以另外一个身份来同游悉尼 我也感到非常高兴和期待 非常的欢迎你 那最后想请你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你自己跑完一个全程马拉松 有什么独家秘诀吗 一般来说我会给自己做比较多的心理建设 特别是在正式比赛前 我会暗示自己 我一定要按照理想的配速时间去完成 虽然不是每次都能够严格执行 但是我觉得这样对我 这种心理暗示 对我自己完成一场马拉松 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但是另外我现在越来越多 跑了马拉松以后 我也感觉其实跑马拉松不一定非要快 但是快乐是更加重要的 所以在大马惯的比赛当中 我甚至会拿出这个相机来自拍啊 拍一些小视频啊 耽误点时间 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的 所以很轻松就跑下来了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等着悉尼见了 谢谢你 想在SBS当迂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 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 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 就有机会赢得一份SBS精美礼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